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耶鲁毛 这一课我们搞快点 马上放假我也懒得不那么吵 给你们继续深入的讲一下8度 8度到底应该怎么拉呢 上期视频发出来之后 就有很多人开始问我问题了 这期就搞简单点 8度你按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就是换靶 换靶其实之前也教过了 不要跳舞要冲 但是具体8度的时候该怎么换 我有一个建议 你们的手就不要按得太紧 在换靶的时候稍微松一点 然后往上按 再往上或者往下 都是松着然后滑到再按下去 因为你们如果按太大力 在滑的时候就会出现很难听的滑音 还有注意 换靶 要稍微提前那么一点点换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再见 怎么会呢 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示范一下 如果说你的手一直按得很死的话 在换靶的时候 你是换上去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手指会滑 然后你弦 越按下去 滑的时候 滑音就越大声 就会变成这样 就会出这个滑音 所以说在换的时候 这个过程 你的手呢 本来是按下去 对不对 然后呢 松开那么一点点 往上滑 然后再掉下去 然后再往上 然后再按下去 往上往下都是一样的 就是 这样呢 会有一点点滑音 一点点滑音是ok的 不要太大就行了 然后第二点 就是你换靶的时机 不要在每一弓的 一开始去进行这个换靶的动作 一定要在上一弓结束之前 留这么一点点弓子 去执行你的换靶动作 也就是说 你的左手要稍微提前一点点动 你看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然后我的左手 就会松开这么一点 然后往上滑 然后再拉快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要提前一点动 要不然就会变成 这就是 在换弓的同时去换链打的一个节目 反正你提前一点点就好了 除非说 是曲子要求 专门这个地方要一个滑音的话 那就一起动 就这样了 这就是我八度所有的建议 没什么别的太多好说 还是一样 你自己要能听得出你的音准 到底是不是准 如果你听不出的话 你练这些东西也没有用 因为你滑的位置也是不对的 刚刚的练习就是 给那些能够听准音准的人 的一些建议 不是很难的 不是很难的 真的真的 好了好了我放假了 回来再给大家继续更新视频 视频还是一样的 看你们的点赞数 收藏数 投币数 然后Vlog走起 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SKY公众号 联系里面的客服 就可以 获得与我意见识客 没说拜拜 不说 拜拜